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我进方舱的第一个早晨 然后昨天太累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房长其实里面是怎么样的 早上大妈们都会在这里做做操啊 放松一下至少有新鲜的空气 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旅同胞的洗浴区 蓝色的就是冲凉房 然后呢因为我进不去所以呢 我就去男士这边男同胞这边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里就是右边 右边就是咱们男同胞的日常洗浴区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饮水的地方 就是有温水啊开水啊 然后这些同胞就在这里洗脸 其实有洗脸的地方了 还有自来水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蓝的洗浴间 然后里面会有刮沙头 但是没有挂钩挂钩都坏掉了 然后呢还有洗衣机干衣机 其实也蛮齐备的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大进门的地方 其实就是展馆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动线图 就是说我们的仓位是怎么去房间 为什么去分配床 为什么分配的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广州医科大学的第二附属 第二医院过来去支援的 好我们现在就往里面走 然后呢一共有六个护士站 六个护士站有很多护士 其实我听他们说是六个 六个人管六百个人 其实他们蛮辛苦的 但是护士特别好 态度也非常好 而且很贴心 然后呢这是第一种房型 第一种房型呢就是 两人一屋 然后这是第二种 第二种就比较惨一点 有的睡通道 有的睡这种双层的床 再往下看 然后呢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通铺了 然后呢呃会比较 这比较难接受 但是其实这个安排呢 这个安排并不是说啊 哪里你想去哪里就哪里 其实进来的时候 护士会根据你的情 根据现在的空床位列出一些数字 那你自己选就好了 这真的是看运气了 然后正好我在拍的时候 然后早餐送过来了 早餐送过来了 所以我就顺便拍一下 然后其实这里蛮大的 住了好多人 但是大家心情都蛮愉快的 然后来一个 顺丰是送不进来的 快递送不进来 这些应该是医疗物资 然后来到我的床位 我的床位 然后新的枕头 新的枕头 都是新的这些东西 是不会再循环再用 都会扔掉 然后还有一桩很厚很厚的棉被 其实蛮舒服的 然后来到以后有一个大礼包 然后里面会有沐浴露 洗手液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有人来送早饭 所以我赶紧把镜头弄一下 所以有点晃 大家提亮一下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大礼包里面有什么 洗头水 然后牙刷 我这个真的超贴心的 但是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 真的碰到运气 所以呢 方向并不可怕的 然后呢 希望 无论隔离在封控区里面 或者是隔离在楼洞里面的朋友们 不用担心 其实我觉得情绪是最重要的 你们不要保持非常良好的情绪 去抵抗这场疫情 请不吝点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